记者张宣哲台中报道,春天赏鹰到厚礼,近期全名封赏鹰,厚礼泰安樱花祭于今日登场,由于过年期间气候温暖,泰安社区与百株樱花进入盛开期,吸引大批赏花客,位于中科厚礼园区的威力樱花公园,国道泰安服务区也是繁衣绽放,尤其泰安服务区主打游客坐在樱花树下喝金八克咖啡, 让民众不用远赴武林山区在平地也能进行赏鹰,浪漫满分,厚礼区是花卉故乡,近年成为真名赏花圣地,厚礼泰安樱花祭活动自今日起至3月18日指假日安排接驳车便利民众赏花,不少民众昨日搭乘台铁区监车在泰安新站转乘接驳车至泰安社区免去塞车停车之苦, 开幕活动由萨克斯丰演奏揭开序幕,民众一边在樱花树下赏花,一边聆听悠扬月音,官吕局局长陈胜山,后里区代理区长张大春,市议员翁美春,陈本天,陈青龙共襄盛举,立伟红慈雍,市议员张静尊泽 泰助理出席 陈胜山表示,泰安派出所及泰安国小附近约有包括八重银及吉野银百株樱花树,在温美春吉利争取活动经费及泰安里长江青南西西照顾下,每年花开时接吸引成千上万游客造访, 为了让民众轻松赏银不塞车,观光旅游局比赵往年推出赏银接驳车,从台铁泰安新站发车,载送游客前往泰安派出所赏银,今年赏银游客甚欲望,年周边攀伞创新高,游客除了赏银也穿梭落雨凶林,漫步泰安铁道文化园区踏青,感受春天百花齐放的生命力, 官旅局指出,临近的棕色花式,月美堂场千年章树,后里萨克斯丰文化馆等景点,都是春游的最佳行程,此外,台中市赏银除了后里,新社区公所堂的樱木花道,东士林场,八仙山森林游乐区,大雪山森林游乐区,武林农场皆为赏银热门景点。